6月13日 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海南发布 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 考古最新成果 有关专家认为 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 保存相对完好 文物数量巨大 年代比较明确 不仅是中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 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考古 有哪些亮点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心理学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作出解答 我们是2022年的10月份 在南海西北路坡1500米深处 发现了两条明代中级的沉船 一个是民政的年间的 满载的货物出发的 从中国出去的 另外一条船呢 是距离它只有20公里左右吧 是满载着这个原木 从这个南亚回来的一条船 因为我们从它的这个 这个木材分析来看 应该是来自于南亚的乌木 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联合对两处沉船遗址 开展三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 我个人用这么几句话来形容 这个西北路坡一号乘船的文物 一个是数量巨大 第二个是品类丰富 第三个就档枝很高 这一批的文物呢 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出水文物 而整体的文物的质量 水平都非常高 第四句话的就是添补空白 有一些文物的装饰工艺 我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 你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现场 提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 法华又瓷器上面贴金的 这是以前我们在 这个现有的文物资源当中 是没有见过的 西里学表示 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 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其考古调查工作 为中国深海考古作业和文物保护 提供了路径参考 两处沉船的发现 填补了中国古代 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 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 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因为以前的海洋考古主要是 刚才我也说 以近海和远海的胶盘为主 它都是一些点上的发现 但中间的大面积的航线上 尤其是深海航线上 目前还是个缺环 所以这一次的深海考古的发现 填补了这个空白 据西里学介绍 南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两处沉船年代相近 相距仅十多海里 是中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 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 也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 开展贸易往来 与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 从一些器物上也能够看到 就是中外的一些双向的交流 有些这个器型 像阿拉伯特征非常明显的 这个瓷器的支壶 它都是防照阿拉伯地区的金属器来做的 实际上在中国的瓷器 包括其他的工艺品艺术品上 也都反映出这个特点 就是中外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建而丰富 据心理学介绍 当前南海西北路坡 一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 已完成阶段性工作 出水文物约一千件 目前考古队正在进行清理 保护修复和测量 登记整理等工作 近期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正在筹划南海深海出水文物特展 将选取两处沉船内的 代表性出水文物进行展出 我們下次观看 View of the 代表性出水文物特展